歡迎收看 但葉大哥 你講了這麼多 介紹了這麼多 我覺得我對南投的咖啡 已經有了非常初步的認識和了解了 可是我們講話 講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喝到咖啡 想喝好咖啡嗎 當然 今天妳特別來 我特別請了一位 我們南投縣最大咖的 行銷咖啡最厲害的 一個大人物 等一下親自泡給妳喝 真的 好 萬分期待 咖啡來了 太棒了 真的是大人 謝謝長好 歡迎長好 謝謝長好 泡得很好 真的嗎 人真好 香氣很濃郁 而且馬上就回甘了 咖啡豆的品質非常好 就不會說一般你回甘 還要醞釀一下感覺 這一杯是喝進去 馬上就有回甘的感覺 我找到我們的大言人了 好 會介紹 因為我們的咖啡 總是從外國進口到這邊 馴化了二十幾年過程裡面 它也在這邊非常溫馴地 在整個國慶鄉 或整個台灣在成長 所以它的體運非常好 真的 它的香氣是屬於 台語叫做旭湯 淡淡的 淡淡的香氣 很秀氣 而且是一進去 它的整個繩刺感非常地濃 非常地明顯 很濃郁 然後很甘醇 所以你一邊講話一邊聊天 它一直很甘醇 回甘的感覺就會出來 那市長自己平常 也常品嘗咖啡嗎 我喝咖啡 我每天都喝咖啡 但是實不相反 我其實每天都是有喝 加牛奶的咖啡 因為很多人都會笑我說 喝咖啡哪有人在喝牛奶 這個不懂 可是我說 因為早期 我在好幾年前喝咖啡 我就覺得那個酸度好像很高 然後有的時候喝了會心悸 所以慢慢我都加了牛奶再喝 但我每次來到國慶鄉的時候 國慶鄉的鄉親 每到每個人家裡 他都說 我泡咖啡 請你 然後每個人都喝咖啡 黑咖啡 然後我才從那個時候 就在慢慢 這幾年就開始 對我們自己在地的咖啡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你可以去慢慢體會 黑咖啡喝的好處 而且其實 只要它的成熟度夠 因為我們的海拔不一樣 我們是比較屬於中海拔 所以它的甜度其實是夠的 沒有那麼酸 這個其實很多的女孩子 都非常適合喝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 南投國姓這邊 咖啡的特色對不對 就除了像剛剛葉大哥說的 嗅香 嗅氣的香氣之外 就它也比較適合很多女孩子 沒有那麼地酸 比較回甘 我覺得因為我 像在整個全國裡頭 我們算是南投縣 我們算是四大的 咖啡產區之一 當然每一個產區 有它不同的特色 像在南投縣 我們也每一個鄉鎮 幾乎都有種咖啡 而且我覺得土壤不同 氣候不同 最重要農民的技術也不同 所以所培育出來的口感 真的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喝 加不加牛奶都很好喝 對 所以大家其實 對於南投的咖啡 除了就是平常就可以來品嘗 像現在南投有巧咖啡 因為我這次也是特別為了 兩項黑金來的 咖啡跟巧克力 所以這個巧咖啡當中 也可以品嘗到很多很多的咖啡 都是出自我們南投農民之手 對嗎 對 因為在南投縣 目前我們種植面積 所以每個鄉鎮都有 但是面積最大的還是在 我們國姓鄉跟魚池 因為你知道我們國姓鄉有個特色 我們是一個客家村 客家鄉 客家人 樸實 然後勤儉 最重要做事情 很投入 很專注 所以當他們決心要投入 這個咖啡產業的時候 我們的農民是竭盡全力地 在做這方面的技術改良 而且我覺得我們農民很厲害 很多人都講說 為什麼這兩年 我們台灣 尤其在國姓咖啡 可以在國際上 得到這麼多的認證 當然是農民的技術好 加上我們的土壤也比較特殊 海拔等等的 我們在南投裡面很多的農場 它實際上都已經有獲得了 美國咖啡品質學院的認證 這個專業機構的認證 其實就代表了我們可以 我們國姓跟南投的咖啡 可以在國際上 跟很多的精品豆 去能夠做到平起平坐 這樣的一個等級了 所以在南投縣我們看到 咖啡已經是我們的一個 新興產業了 而且可可現在透過很多人 在講南投縣很多的這些巧克力 都做得非常地好 所以南投縣政府 我們已經是第三年 辦理巧克力咖啡節了 以前大家有印象 我們都是跟南投的 世界茶葉博覽會 一起來舉辦的 今年我們希望把它 另外把它拉出來辦 這一次我們在10月底 會舉辦這個活動 就是第三屆的巧克力咖啡節 是在埔里的溫泉園區主辦 剛好也結合了南投縣的溫泉季 所以10月份一定要邀請大家來 來南投品嘗我們的好咖啡 還有品嘗我們的可可 最重要也能夠泡到溫泉 我覺得每一個咖啡 它的口感不一樣 我們沒有特別去做比較 但我希望每一位朋友 都能夠品嘗一下 自己去找到自己喜歡的口感 或許你喝完之後 酸度 甜度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熱的 冰的 都很好喝 這樣我們就多一個 咖啡的愛好者了 我覺得這個時節 選得真是太好了 因為10月份初秋 真的是一個浪漫的時節 聞聞咖啡香就會覺得 整個心情都很愉悅 又是戀人談戀愛的季節 吃吃巧克力 整個心都很甜蜜 然後在泡泡溫泉 感情又增溫了 好棒的活動 太好了 一定要帶 就有很多的好朋友來 一起玩 歡迎大家來